挑战苹果iPhone 5的手机龙头地位 我们要看到是大陆的华为 它现在也要跟进出招来踢管了 当然一方面它左打这个苹果 但又对上的可能是我们的 这个HTC的新机皇 那么今天华为它推出了一款号称更轻薄 而且价格不到iPhone 5一半的新机种 多了美机功能让女模拍起来 水嫩嫩不止如此还有特效功能 酷手玩也可以 大冰联 火鸡头 邪恶博士的造型也没有问题啦 华为新款智慧型手机不止多了酷手效果 翻照片跟翻页也有华丽的3D操作界面 花绿绿大走翘立峰 换个音乐这次走出奢华古典风 请来名模林洛雅跟王兴田 宣称主打首女市场 华为大陆手机登台 当然也要有卖点 号称0.76公里的薄度 就是冲着宏达店而来 华为来世胸胸主要的对手 就是它旁边的宏达店1S系列 同样都是打4.3寸的萤幕 不过我们看它的侧边 它的厚薄度比宏达店1S稍微薄了一点点 不止如此 它的价格12990元 也是号称同规格的最低价 华为智慧机12900元的价格 刻意压得比宏达店1S 15000元左右还要低 更只有iPhone 5 22000元的一半左右 毕竟品牌知名度还是要受考验 没有挺过 也是蛮奇怪的 然后经过就不会想买吧 还好台湾人挺国货 宏达店也争气 刻意选在华为记者会之后 发出新闻稿 推出机皇进阶版1X Plus迎战 新机皇进阶版1X Plus率先在欧洲开卖 储存容量从32G加倍到64G 速度也快了27% 电力增加50% 台湾预计11月上市 到时候价格也渴望出现大降价 而在三星之后 宏达店 苹果跟华为 新机大战持续开打 年底前的手机市场也越来越热闹 东西才能继续继续台湾到